人往前钢面对不慌在九哥 拳击馆这局居然没人和我们抢 今天玩完漏人四排 因为一次打太多了 外面有枪声打斗赶紧去敲一敲 帮补小能手不用感谢我 看到一个火力全开 还有掩体可以躲 但是自己的身材自己没数吗 躲不住的 来到赌场前面发出过脚步 谁冲谁吃亏先护尬一下 一把AK的枪声 看到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他在卡门口视角 队友出来扎到 剑包就挺了起来 OK 这下点包才比较安全 红楼之前发出过枪声 开车直接猫到楼下 先进屋 外面会被阳台的 跳下来的声音 好好在楼上卡着 不好吗 非要下来挨枪子 蓝楼也有枪声 看看情况 倒一个 没有人再露出来 楼下进来一个人 想直接翻下去的 但脚步声上来了 爆头直接放倒 蓝楼98k击倒的人 没爆出其杀 肯定被救了 但是这楼形供楼很难 正常冲太容易卡视角 所以就从窗户翻出去 踩在房间上 然后再顺着楼梯上去 对面至少两个 但是安静的可怕 没想到吧 肯定还有一个 这两个不卡楼梯口 在楼道护架 有点套路 如果正常冲 不管打谁 都会被另一个打 教堂有人 准备去盟他们 只有一个在扫我们 看来人数并不多 车停的不太好 看一下房顶 以免被打 两个脚步 犹豫一下之后 还是准备攻上去 已经残血 乘胜追击 爆头杀 拿下这个教堂 有人用信号枪召唤我 哪有不去的道理 把车开到最高的山头 没看到有人 这已经是圈边了 看一下超级空头 会落在哪里 哦 原来是对面山头啊 看到一个人在跑 M4换上六倍镜 刚好一梭子 把他带走 是一只独狼 超级空头 是个AWM 已经很肥的我 出于礼貌 又挺了架盒子 有梁蹦蹦冲了过来 翻车了 失误 这都没扫下来 这就是蹦蹦车的坏处 轮胎一被打爆 就可以双手离开屏幕了 身后有人在打我 枪身位置应该就在武器库 我可是AWM在手 去跟他对枪 没看到人在哪里啊 真的是怕了他了 先加个血 这居然把我打倒了 有时个子太高 也是一种烦恼 安全区收缩 对面要进圈的 趴在圆盘上 卡死他们 赶紧帮队友 是个倒地 那还有人 继续盯着 身边有脚不生 从后面摸过来了 这也太能绕了吧 想打我队友 绕到最后 绕到我枪口上了 上面清理干净 接下来是三打一 基本已经没有悬念 大概率在下面防须躲着 少年被我看到了 掐机 还在那里瑟瑟发抖 我的AWM也开昏了 这把98k和AWM都有打过人 不算是烧火棍吧 再来九哥 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点赞哦 再去 关注点赞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